长安街上开两会 大家好 我是中国新闻网记者常新宇 今天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开幕 这也意味着全国两会正式开启 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在明天拉开大幕 很多人可能会问了 为什么政协会议的开幕时间比人大会议要早一天 两个会为什么不在同一天开幕呢 政协会议早于全国人大会议开幕 这便于全国政协委员列席全国人大会议 参加对政府工作报告 两高工作报告等全国人大会议文件的讨论 可以说把协商纳入决策过程中 决策前进行充分的协商 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特点和优势所在 政协会议先于人大会议开幕 虽然没有成文的规定 但已成为惯例 中国已经进入到了两会时间 今年的全国两会 您有哪些期待和关注的话题呢 我对金融这方面比较感兴趣 管卖儿童的这些最后如何去判定他的这个刑事责任 养老了一些新政策 孩子的教育问题 一聊领又黄边 住房 还有就是我们的交通 能源行业 中心网将持续和各位在长安街上看两会